影片開始前先帶給大家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快過年了 就讓Surfshock VPN來跟大家一起度過農曆新年吧 像你喜歡到日本購物網站買東西 又或是跟我一樣喜歡看日本相關線上網頁的各位 一定有碰過鎖區的問題吧 這時候頭痛的你該怎麼辦呢 當然就是乘坐我們大鯊魚Surfshock VPN 來突破這層鎖區的障礙了 利用VPN你可以跨區到日本看你想看的MV 又或是利用VPN進行遊戲跨區服務 而且不只是日本 Surfshock上有超多國家伺服器可以讓你選擇 並且Surfshock除了會更改你的IP位置保障隱私之外 任何人都無法追蹤或是竊取你的數據資料 另外Surfshock 1保障你流量網頁的安全 如果不小心下載到惡意程式的話 也會在第一時間就通知你 更會提醒你有關個人資料外寫的消息 在事態失控之前玩就可能面臨著損失啊 而且只要順便一個Surfshock VPN賬號 就可以在無限的裝置上使用 只要透過說明欄連結網址或是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 KAZ BOM 除了可以獲得E7折優惠外 訂購兩年方案 還可以再獲得免費3個月的使用期哦 還在等什麼 馬上跟我一起享受大鯊魚Surfshock VPN的服務吧 在上一集的KINGKUN的介紹影片中 我們講到四位成員各自的故事 如果還沒看過記得點右上角或是說明欄連結去看看哦 以長田大西為中興所活動的樂團Surfing 終於激起了四位成員 也推出了專輯TOKYO CARATEC 並且舉辦了同名的音樂祭 並在隔年受邀參加美國的南方音樂節 還在美國舉辦巡迴演出 看起來一切都順利了他們 為什麼最後會改名叫KINGKUN呢 音樂風格被說太前尾無法商業化他們 又是怎麼突破這層障礙 成為現今日本指標性的樂團呢 哈囉大家好 是KASBON 每首歌每個人背後都有一段故事 這次 那些樂團背後的故事要帶你來看的是 KINGKUN 在長田大西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加入Surfing圈後 他們做了專輯 參加音樂祭演出 在美國舉辦巡迴演唱會 可以說是走出了一步非常大的突破了 但就在這個時間點 長田提出了要更換團名的想法 因為當初Surfing這個樂團是以長田大西為中心 經過不斷更換團員才組成的 這時長田認為現在的四個人已經固定下來了 所以需要一個新團名 他們有曾經短暫用出過的專輯名稱 直接改名為TOKYO CARATEC 但最後決定用KING這個名字 Nu 是一種名為牛羚的動物 因為牠們會不斷聚集 擴大牠們的群體 這點長田認為跟搖滾樂團很像 希望能透過作品吸引許多歌名 就像牛羚一樣不斷的增加 於是最後我們所熟知的KINGNU 就這樣在2017年誕生了 改名後 他們馬上參加了日本集聚代表性的音樂祭 FUJIROCK 站上了當年的新人舞台演出 並在年底推出了KINGNU的首王專輯 TOKYO RANDEVU 這張專輯是以Saba Vinci實習的專輯 TOKYO CARATEC為基底 重新打造後所推出的作品 專輯同名歌曲TOKYO RANDEVU 也在宣布改名的當天推出了MV 我們也可以在MV中看到 特地寫上了四位成員的姓名 這首歌講述了在東京這座大城市內 每個人其實都因為外在的環境而身不由己 同時這首歌也是長田大席在找來金摳禮後 首次嘗試在歌中也大量加入自己歌聲的作品 因為長田大席原本認為他們所寫出來的歌曲旋律 只有搭配上金摳禮優美的南高音才適合 但這次他加入了自己低沉的歌聲後 大家一致認為這樣更增添了一點放蕩不羈的味道 而長田大席在歌曲及MV的開頭 拿著他標誌性的大神功開場的畫面 除了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外 也為KINGNU打開了他們充滿意義的第一頁 2017年底 長田大席參加的米金玄師收入在專輯 Blue Lake 中的歌曲愛麗絲的製作 由於當時米金推出了打上花火 勝利首飾 灰色語心等多首熱門歌曲 人氣正值如日中天的時候 所以有很多人也藉由這首歌認識了長田大席 認識了KINGNU 這邊提到米金玄師就是還辟謠一個在網路上 一直傳來傳去的錯誤消息 有很多人都說是米金玄師給長田大席副歌上的建議 才讓長田對自己的音樂重新調整 其實啊 這個人並不是米金玄師 長田在自己的IG直播上有澄清過這件事 他跟米金還有某一群人是會預約出去喝酒的好朋友 某次他們聊到長田的音樂時 覺得他做的音樂真的非常好 但不知道為什麼就是無法大賣 這時也是酒友樂團Baspier的鼓手石尾拓也就跟大西說 沒有副歌的音樂在日本沒辦法大賣啊 這句話給大西突然意識到自己的作品需要調整 才開始在歌中加入標誌性的副歌 所以那個給了大西改變音樂命運建議的人 其實是石尾拓也啊 事實上 這首歌就是當時米金玄跟酒友喝酒的信息下所寫出來的 製作上也找來這群酒友一起錄製啊 所以接下來KINGNU推出的歌曲都能夠聽到副歌的存在 像是被動畫Banana Fish選為片尾曲的Prayer X 大西在歌曲開頭就直接放上了副歌 KINGNU也在2019年初推出了第二張專輯SIMPA 這張專輯比起上一張TOKYO RANDEVILLE更加像主流市場靠攏 也因為SIMPA中收錄的歌曲並沒有連接性 所以他們用了四首只有無線電聲音的音檔穿插在所有曲目之間 讓整張專輯更有故事感 這些無線電的音頻分別穿搭了剛開始的求救到最後終於獲救的訊號 有興趣的人絕對要去照順序聽完整張作品 打頭陣的Slumberland這首歌裡主唱幾乎只有長田大西的聲音 也造就了這首歌攻擊性十分的明顯 接下來的Flash也用了一樣的手法 但是在無線電的銜接過後 Hitman Don't Stop the Clocks It's a Small War 這都是以金扣裡優美聲音為主的歌曲 整個畫風大轉 這張專輯最後收尾的Le Ho更是精彩 這首歌是長田大西參考的主流音樂市場風格 以淒美的曲風加上管弦樂營造出巨大悲壯感的作品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聽啊 我沒辦法從中推薦幾首給大家 因為每一首都超級值得你們去聽啊 WOW 2019年 King Gnu為日劇Innocence冤罪律師量身打造主題曲 白日 這首歌以劇中故事為基底 呈現的劇中被強貫冤罪之人 犧牲者 為冤罪者辯護的律師 三者的心情 在歌中 金扣裡跟長田大西兩人的歌聲相輔相成 尤其有不少人直接被開頭金扣裡那超美的高音吸引 這首白日在當時推出後就紅到不行 直接打開了King Gnu的知名度 除了刷下各大音樂盤網的冠軍外 還登上許多知名音樂電視節目演出 剛在那年的年底首次登上日本紅白歌合戰的舞台 當知名度一有了 大家也開始找他們過去的作品來聽 發現這支樂團過往的作品也厲害到不行 直接影響到SIMPHA這張專輯的出回限定盤 在網路上喊到破萬元 因為這時所有人都知道 這支樂團接下來將會很不得了 而其實長田大西在寫這首白日時 他老家有兩位好友都在同一年相繼離世了 所以那時他對生死的反思非常強烈 過言時他把自己關在家裡的房間內 在幾天內就完成了這首曲子 所以我們聽到的歌詞不只是在描寫劇中的角色 更是長田大西對逝去之人的感念 或許在某條街上我們會再次相遇 到時候你是否還記得我的名字呢 相信的那時一定正吹著溫暖的春風吧 而大西在歌曲推出後也有發文 說自己在朋友過世後受到很大的影響 一直以來都刻意迴避著去他們的目前參拜 但或許是受到這首歌的影響 現在終於能夠鼓起勇氣了 2020年初 King Gnu推出了第三張專輯Ceremony 當時在推出這張專輯時我也有幸採訪了他們 採訪的文章連結我也放在說明欄有興趣的可以去看看 那時候長田大西說 King Gnu至今為止出過專輯都像他們的成長故事一樣 這點反映在專輯名稱上 第一張專輯TOKYO RANDEVU的封面是一對男女在東京約會 想表達出一對一的相遇 接著藉由第二張的SIMPA來取得大家的理解、支持 最後隆重的推出Ceremony 代表著King Gnu已經準備好會跟所有人見面了 這張專輯中 彈上這首歌被鼓手世邪稱為異樣般的存在 因為這首歌跟專輯中其他快節奏的曲子不同 彈上走的是憂鬱風格 長田自己說 這首歌其實他一邊思考著打算要在紅白表演過後解散樂團 一邊寫出來的歌曲 他認為樂團在爆紅後已經像是工廠般的在闡述音樂作品 所以為了找回過去寫歌的感覺 才抱著這種不捨的覺悟創作出這首曲子 彈上的歌詞內唱著 本來想把世界全部都納入手中 但已經夠了吧 就這樣結束吧 關於King Gnu其實還有一個以而傳而的都市傳說 就是當他們做到第五張專輯的時候就會解散 這個其實是在某一年的採訪中長田大西提到 沒有終點事物不美麗 並說如果今天要讓樂團結束的話 他覺得到第五張專輯時取名為King Gnu 然後結束樂團的話是他心中最有樂團人感受的結束方式了 但後來這段採訪被大家傳來傳去 後來變成每個人都說他們出到第五張專輯就會解散了 讓長田大西之前還特別在直播上說 這件事拜託大家不要再喘了 乾脆忘記算了 因為樂團沒有這個打算 那只是他當時覺得如果要結束的話 提出了講法惡意 並不是真的要結束King Gnu 推出第三張專輯後的King Gnu 在這之後也推出了許多優秀的作品 Pow 三文小說 Voy 意圖 逆夢等 都是非常推薦大家去聽的歌曲 接下來我想講講關於長田大西所主宰的企劃Millemium Parade Millemium Parade的前身是大西的個人企劃 目的是為了讓世界看見東京的音樂 為什麼是看見呢 因為他很將音樂與影像結合 Millemium Parade跟同樣也是由長田大西主宰的影像團隊Pelimetron緊密合作 希望打造出最純粹的音樂與視覺效果 這樣講大家可能還是有點不懂 如果說King Gnu是銀河主流音樂市場所大造的樂團的話 Millemium Parade就是長田大西從開始做音樂至今那份不便的初衷 舉例來說 Bass手心井河輝居然在錄製Millemium Parade的歌曲時 雖然說最終決定權的大西身上 但大西都會放手讓團隊的成員自由發揮 所以心井可以照自己的意思最大限度為歌曲彈奏Bass 甚至他在其他團隊中做不到事 又或是在拍攝MV時 通常當歌手否決掉某些導演提出的意見時 導演都會照做 但在Millemium Parade、Pelimetron這個團隊裡 導演可以自由發揮 因為導演才是這方面的專家 長田大西說 這個企劃都是一心為了呈現最好的作品而聚集的頂尖專家們 大家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利益而創作 也是因為這樣才能打造出最厲害能夠留存在歷史上的作品 Millemium Parade有一首歌曲叫做《2992》 因為大西是1992年出生的 Millemium也有千年的意思 所以他希望這首歌能夠成為在千年後依然被世人所聽見的作品 在編曲當中他把現代搖滾跟管弦樂融合 這種融合的手法他非常喜歡 他說就是破壞後再重新建構 當既有多種風格被拆開來再重組後 又會誕生一種全新的風格 所以除了Millemium Parade作品中可以聽現這樣的手法外 King Gnu有許多歌曲也能聽到這種破壞重建的拼貼藝術 King Gnu一路走來不敢說是最頂尖 但絕對是目前日本最具指標性的搖滾樂團 四人缺一不可 金口裡曾說自己如果沒有遇見他們 一定很難在社會上生存 所以為了跟得上其他成員的腳步 他才開始努力嘗試演戲、配音等唱歌以外的事 長年大西說他很開心跟這幾個人組了樂團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有自己想做的事的話 他會毫不猶豫放手結束樂團 因為除去樂團後四人已經是一輩子的好兄弟了 King Gnu從默默無名到現在尋回演唱會常常爆滿 如商利吉所說的 在音樂創作的路上 長年大西最感謝的是家人的支持 2022年底登上日本跨年音樂節目時 King Gnu的全員到大西已經過世的爺爺奶家連線演出 這個地方不僅是他們四人初次見面的地方 許多歌曲的錄音、MV拍攝也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那時大西的奶奶都會驕傲地跟鄰居炫耀自己孫子所演奏的音樂 這次跨年回到奶奶家是因為這個地方之後就要被拆掉了 他希望在拆除之前能夠再次將大家聚集起來 在這個孕育他們音樂誕生的地方演奏最後一次 當大西拿起吉他 King Gnu的初詞曲 McDonald Romance那熟悉的前奏出現時 彷彿時間回到了過去 回到那個他們為了音樂的夢想用盡全力 結果被說他們的作品沒有任何商業價值 回到了在平價的家庭餐廳一起討論歌曲 直到店家關門 口袋領前所剩無幾也要繼續做音樂的時刻 長田大西說自己的全部都奉獻給了音樂 所以沒念過手說他寫不出文奏奏的歌詞 但我想也正是因為這樣 他才能創作出如此純粹 如此發自內心引起許多人共鳴的歌曲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